请问一下 我可不可以 挑几位同学来问 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这就是知识 知识是要互相 互相去讨论 产生出来的 好 我就指给各位 2021只有一个点 2020 你看这第一季 是不是很接近 请问一下 为什么 为什么 应该还蛮合理的 大概就是我们固定 在季度一 大概就维持在这个 0.06 也就这可能是一个常态 好 在接下来 请问一下 知识 知识的撰写 可不可以 加文字方块 请问还看到了什么 这边 这边看到了第二季最高 可以吗 在同期比较里面 历两年都是第二季最高 最也就是第二季的这个时期 这个时间点是最高的 可以吗 这连续这两年 第二季最高 请问一下 还看到了什么 2020年的第三季 第四季 是低于2019年的同期 2020年 第三四季 低于同期 记住哦 我们讲过说 低比较好 第四季 第三 可以有谁自高奋勇 可以告诉我 你看到什么 有看到什么吗 第四季 第四季 跟第一季 2020年 第四季 跟第一季 差 可以吗 就是感觉起来 感觉起来 就是第四季 就是第四季 第四季 掉到0.057 这个是0.061 虽然差很小 但在这张图上面 是看到这种现象 但是因为实在差太小了 所以应该不值得 来去写这个知识 有看到吗 我是说这个点 跟这个点的一个比较 因为2019年 有看到哦 还有看到什么 好 我们关门 一人讲出一个 然后就可以离开 太难了 太少线了 你应该有看到 一个是绿色 一个是红色吧 对不对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 你一定要去 就是你 你画完图 就是 这套软体 它的重点不是在于说 因为明天我们是要拿 今天已经画好这些图来应用一下 那请问一下 那照这样子的话 解图是不是 我觉得才是一个重点 解图 这是影响主管要下什么决策 不是你画 怎么画 这个主管可能会觉得说 他没办法去协助 可是你画的图 视觉画之后 是要跟主管来去 一起来去看这张图 到底告诉我们什么资讯 您说是不是 所以在这个地方 真的要请大家回去的时候 好好仔细去思考一下 好好去想一想 你这样子 你才会学得更好 更多 好 以上这张图叫做同期比较 有没有问题 应该没有问题 那我 我要告诉各位 主管还关心这件事 就是 假设现在是第四季 他还关心那前一季 对吧 就是除了同一年的比 还有 寻 寄 比 就是跟前一期的比 举例来说 像 那个 现在我们是不是讲疫情期间 对不对 那一定会跟 例如说上个礼拜 或者是上个月 对吧 这都是同一年 所以 虽然同期比我们讲说 今年跟去年的比 但是还有可能 就是 这一周跟上一周的比 好 这是 提供给你们参考的 所以 你除了去看到 去看到这件事 你还要去看到跟之前的 一季 之间的一个比较